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国务院公布天龙山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洞窟25个 内有大小石窟500多尊 飞天壁画1100多幅 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极高 自二十世纪初 由于有日本学者游访天龙山石窟 发布考察报告之后引来大批道策 1920年代 天龙山石窟遭到盗窃集团严重破坏和洗劫 有造像被整个作走运离中国 不能够作走的就被割走佛像头 大部分洞窟的头像作道一空 除了第九窟 微乐佛造像因为体型巨大 无办法割下来 剩下的石窟无一行面 现在大家再站在石窟裙面前 都找不到一尊完整的石像 二百四十几砖被盗作的造像 大多数仍然成为国外博物馆 和私人的收藏 在2020年9月 国家文物局发现日本一间拍卖行 打算在东京拍卖一砖 唐天龙山石雕佛头 经鉴定判断 是天龙山石窟第八窟 北壁佛坑主砖佛像的被盗佛首 在1924年前后被盗作非法盗幻出境 于是国家文物局要求拍卖行撤拍 最后日值文物持有人 愿意将佛首捐回中国政府 这尊佛首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 从日本归国的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雕 佛首由发现到回国 只是用了三个月 据中国文物单位保守统计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至少有17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 远超中国本土博物馆藏品总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在全球47个国家 200多间博物馆当中 来自中国的文物精品高达160多万件 目前中国的文物回流大致有依法索回 国家购买 民间购买和捐赠等形式 流失文物由于数量大 年代久远 追索程序复杂 文物返还相当困难 今年国家文物局会透过外交滑船 协商谈判 司法诉讼等方式追索返还流失海外的文物 促成了至少30多批近4000件流失文物 回归祖国 尋找国保回家之路不容易又漫长 最索文物仍然是一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